台北市长柯文哲坎重扬进老金改推社区老人共餐希望老人多出门走走 又扩大进老卡每月480元额度可扣地范围到捷运 猫懒鸡市府场馆但老人似乎无感 台北市议员洪建议今天在市政总质询中建议 让进老卡在便利超商也能买卫生纸等物品定能替柯拉到老人选票 不过柯回应又在盐利了但要一步一步放 洪建议说进老卡以前是补助搭计乘车公车 现在扩及到民生社区游泳池健身房桌球室背头游泳会馆等市营场馆 进老卡480元是每年编议算没有完就收回去 市长有想过如果到超商去买个东西如卫生纸也可以用这480元吗 洪建议问柯你想不想用这480元乘以12个月 每月5760元来增加老人对你的信任吗 全国没有做你可以做啊 柯文哲说想过但这个应该是先这样了 先让老人习惯用进老卡 进老卡跟10001500元进老金不同的地方 在于进老卡可以控制使用的方向 如议员所说的在超商可以买东西这个是下一步 洪向柯表示我不管你下不下一步 这些票要给你增加你不做每天还在那边缴货 柯文哲表示这个有想过啊 但是他觉得社会福利应该一步一步来 有在研议但要一步一步放台北市长柯文折破 大进老卡每月480元额度可扣地范围到捷运 猫懒及市府场馆但老人似乎无感 台北市议员洪建一今天建议让进老卡在便利超商 也能买卫生池等物品记者温浩然摄影分享